国会共接获25项盗墓动议 无一二议员成支持卸任动议 最新的国会议事表的一成曝光 原来也有这两个后门的 也想要叮叮完大叮叮 这次能够逃过这一劫吗 诚信打得厉害 全部议员都成盗墓动议 另外 火箭和蹲马派的盗墓动议 分别是最令人瞩目的信任动议 分别是由这两位后门议员提成 他们就是 最新一季的国会下议院议会 将在来临的下周一11月2日复会 国盟政府将在11月6日提成2021年裁案 随后在11月9日至12月10日之间 辩论这次的裁案 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昨天预令 所有国会议员 必须确保这次的财政预算案顺利过关 并预令所有议员停止政治纠纷 根据报道 一份来自国会的在定的议事表显示 国会目前一共收到25项 分别来自反对党的 对墓尤丁投不信任票动议 然而 另外有两名来自国盟的后座议员 同时也已入禀国会 对墓尤丁提成信任动议 根据这份议事表显示 提成信任动议的分别来自国阵 乌统的亚楼国会议员 沙西弹 和来自一党的巴西副帝国会议员 涅扎瓦威 报道指出 这只是在定的议事表 不排除未来这几天的正式版本出炉时 或会有变化 报道称 25项来自反对党提成的盗墓动议 分别着5项来自前首相马哈迪阵营 民国家斗士党 民兴党7项 诚信党11项 公正党1项 和行动党1项 据之 诚信党沙亚南末沙布国会议员 与雪邦国会议员哈尼巴 个别提成两项不信任动议 根据暂定的议事表显示 第一项不信任动议来自 党的古邦巴塑国会议员阿尼鲁丁 排在第18位 紧接着 就是来自伊党聂扎瓦威的 对墓尤丁的信任动议 据之 无论是信任或不信任动议 预料都将无法的国会见光辩论的机会 因为根据议会常规 国会必须先行处理政府事务 提政府提成的新法案或修正案 如果有一名部长动议放行 或个人议员法案或动议才有机会挪钱 以让朝警国会议员辩论及表决 两份王公文告的讯息 10月25日 有两份重要来自国家王公的文告 第一份来自王公总管 关于元首拒绝颁布紧急状态的声明 最多人传阅和网上分享力最高的文告 第二份文告的受关注度相对低 来自掌喜大臣 他列出周日出席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特别会议的 八名统治者的观点和看法 唯 吉兰丹苏丹学习 掌喜大臣说 马来统治者认为 政府各部之间的制衡 机制于国家元首的角色必须受到尊重 以平衡各方需求 保障公正及避免安全 关于王公文稿 明确表达元首立场 概括来说是二不一要立场 下一个战场在国会 第一个 不 拒绝颁布紧急状态 台面说辞为 肯定未有定政府的抗议成就 实际上则是否决国盟 以紧急状态之名 进行违纪政权之实 这也让政局暂时维持现状 元首决定 符合大部分民众和党团的议员 国盟例外 人民不希望政治斗争 搞垮国家 拖累民众 第二个不 政客门庭指各种扰乱国家的 全毛游戏和政治权斗 警告政客 不要胡搞添乱 否则极为抗指和于政为敌 第三个要 2021年才证据算案的重要性 这是拨款抗议给前线人员 和重振经济的关键 王公案时 元首希望各方配合政府 误搞破坏或扯后退 以免裁案被否决 这让慕游丁有喘气空间 可供转身操作 包括于在野阵线和安华商讨和解的可能性 让双方都有下台阶 事于掌喜大臣文贸指出 统治者们认为 首相提出紧急动议的建议 关乎到君主力限制和议会民主原则 也影响国家形象 世界各国的看法 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还有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 因此元首认为 此事必须与各统治者商讨 元首邀请其他统治者一起讨论与咨询 展现了伊斯兰教义在面对处理问题时 所推崇的磋商精神 表面上 掌喜大臣的文告 好像平平无奇 不过 若放得于王公文告齐毒 就可看出当中的奥妙 两份文告是前呼后应 王公文告先出街 接住是掌喜大臣 他们都传达一个共同点 统治者是大马的定海神针 虽然伟国是君主立宪 但各方必须尊重王室在关键时刻 所能发挥的财良和斟酌权 限制一切滥权元素 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掌喜大臣文告讲解了 周日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的内容 这是一份代表所有九名统治者的立场 虽然吉兰丹苏丹缺席 相信殿下的立场也大致相同 元首很有智慧地把这个紧急状态颁布于否课题 上升到所有统治者一起参与了咨询层面 任何的决定就不是元首个人的意志 而是马来统治者集体意愿 对于这两份文告 包括我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 只关注王宫声明 他代表元首的立场 人民要知道是否有紧急状态 以及其他政策宣布 接下来的掌喜大臣的文告 叙述整个过程 民众可能不特别在意 因为有了结果 过程如何不重要了 但是 他的含金量 绝对不会比元首的文告轻 赏喜大臣的文告的最后一段 有一个词特别采用不同颜色 以突出这个词的重要性 即membacy 限制 限制啥 限制一切烂权的元素 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 必须尊重监督于制衡机制 以及尊重元首扮演平衡各方诉求 以维持公正和限制一切烂权的元素 该句的含义是 元首可扮演仲裁和调解角色 各州苏丹肯定和认同元首 拥有制止 任何足以影响国家运作的事情 马来统治者 在这课题上拥有一致的立场 这个课题不仅仅关乎 是否颁布紧急状态 而是关键时刻下 元首和统治者掌握的裁定权 马来统治者 是最后一锤定音者 面对马来政治分裂 统治者们可能有不同立场和倾向 但是来到关键时刻 苏丹门将团结一致 以朝野党派的最高领导人姿态下达指导席 告诉政客们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当政治分乱 政党分裂 统治者成为各方寻求支援的最后希望 马来王室拥有政客们缺乏的道德威望和诚信标志 也是捍卫马来民族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朝野政客都不可信 不可靠 王室成为民众寻求支援的窗口 朝野政党也积极拉拢 争取王室认同 统治者或许 不再像昔日封建时代高高在上 但尊重统治者 听取接纳统治者的观点 变得越来越重要 请你来越来越来越好 两 وس 感谢观看